實際上大家是在挨緊三十一二度 好了,這個就差不多了 講一下昨天我們講的林詠彤 林詠彤之前就通過鄭俊熙 可能是戀人鄭俊熙 因為鄭俊熙被捕,充公了他的 抄了他的家 只是拿回他的波子 這次是提堂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 這件事究竟發生什麼事 早前這件事應該跟TVB有關 JPAS跟TVB沒有關 但這件事因為採訪的案件 應該跟TVB有關 因為他們在某兒童院做訪問 因為目標要採訪的兒童 據悉是受到職員虐待 他的母親情緒很激動 尤其是他們來採訪他的時候 他的母親情緒很激動 所以有人大吵大鬧 現在今天提堂 案情控罪就是 其實他們採訪期間 他們堅持採訪 沒有說你不准問 就算了 我想這個好像東張西望 東張西望都是死纏難打 你見到是 今時今日 老一輩的人說 投訴 找東張西望比政府更好 而東張女神不幸美 那些最擅長就是做這些事 其實這件事發生在8月 8月2日 話說在拿達素醫院的4樓 就在病房外的走廊 做採訪 但是因為有人情緒激動 然後他們又不肯走 就阻塞通道 也阻礙了醫院的正常運作 和人員工作 因為這樣 就變成意圖擊使他人 破壞社會安寧 相當可能導致社會安寧破壞 控罪就說他們 阻礙一個合法授權執行公務的公職人員 那個人 就是社會出福利署的社會工作主任 阿澤麗芳 即是他們爭執 拍攝隊和林詠彤 爭執的對象 就是社會工作主任 社會工作主任 阿澤麗芳 按照計 如果你要訪問 為什麼會有社工去阻止你呢 我不知道那個細節是怎樣 我現在看到報道也沒有說 暫立方究竟為什麼會阻止他 但當然 現在又不會有細節 就擺出來了 因為現在所有事情進入了司法程序 因為現在只是一個 他們說是一個訴求 這個兒童院裏面的女童 就說受到虐待 因為一個受保護令 保護的女童 受到虐待 受到什麼人虐待 好像是受到職員虐待 沒有說清楚 聽聞就是 說之前多次報警未果 既不調查懷疑疏忽照顧者 又不立約而案調查處理 林詠彤的說法 林詠彤的說法 是一個IG 他出了一個公開信給李家超 他當李家超是包大人 當是包青天 這個帖子已經有三千多個讚 他就說 最近傳媒報道 傳媒報道應該有報道 找到消息的 你看看能不能找到 傳媒報道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如果你看看各大傳媒都有說到 但大家都沒有怎麼說細節 Follow up 是follow什麼的報道呢 不comment 本身就應該有個兒童院 的一個虐待案 或者虐待的新聞走出來 他才去採訪 我就不見到有其他人報道 跟什麼虐待事件相關 林詠彤今天穿激特瑜伽褲 想法庭師成為焦點 其他的事不要報 到2.0 激特瑜伽褲 不是這條 不是這條 也不是這條 糟了 找回 林詠彤上庭 林詠彤 林詠彤 他就說 哦 是不是這個 不是 這個 哪裏是瑜伽褲 哪裏是瑜伽褲 這個 情情輕鬆 怎樣激特 沒有啊 OK OK 你們這些傢伙真是 我不是 如果正面影的話 就激特 正面影就激特 是啊 好過看林詠彤 剛剛給了林詠彤的照片 很可怕 是很恐怖 那林詠彤怎麼說呢 他就說 不是老母虐待他 因為他也覺得 他媽媽 跟他有感情 他也說 他媽媽和女童 是相依為命的 所以他自己就說 本著人性人愛 正義無私之心 自發決心 建義勇為 他幫助一個 在社會福利署 補血醫兒童院 來身心飽受傷害的 無助兒童 這個無助兒童 為什麼會進入兒童院 通常就是因為法庭 讓他保護令 才進入這個兒童 到底為什麼會進入這個兒童院 但是 既然他沒有愛的話 應該就不用進入兒童院 其實是 所以這件事 我都摸不續頭腦 其實 還有這些 一進入 那些什麼 所謂司法程序 細節的事情 就是要法庭告訴你 是什麼才是什麼 在兒童村裡面 多次受襲擊 你現在搜尋一下 有沒有兒童村 襲擊事件 6月到8月間 在補血 補血兒童村 看看有沒有 之前很多次報警未果 有人很多次報警未果 又不調查懷疑疏忽照顧者 又不立約而案調查處理 所以他才要發生偵探追查真相 這次 其實說真的 如果這樣說 我明白大概是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是指控 現在指控這個 補血兒童村 就虐待這個女童 他們去訪問這個兒童的時候 那些職員 尤其是姓站那位社工主任 一定會阻礙他 因為如果你說我們補血兒童村 是有虐待兒童的話 那就是我們有責任 所以就阻止他 那才會有所謂這樣的掙扎 然後補血兒童村報警 應該是 我粉嶺補血兒童村 OK 是吧 是 有沒有案件出現過 沒有 大家都是近期才說 原來一開始都沒有人報的 大概六月至八月 其實已經發生了很久 是啊 但如果你打補血兒童村 林詠彤的話 你會看到所有的報道 都是大概 二十一小時前 或者前日 找不到其他報道 找不到其他報道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 他所謂 他所持的報道 那個根據何來 可能他們有內部的人士 去報警 但他又沒有說 這是什麼節目 他又不是東張西望的主持 對吧 所以真的不清楚 這個真的 好了 接下來 他又說 今次的事情 去爭取 醫院驗傷 成功爭取醫院驗傷 但等候旅童期間 他們就無理被拘捕 在等待的時候 不是爭執的 是吧 嗯 即是說 他們送去兒童村 不是 他們送去醫院驗傷的時候 才會被無理拘捕 給一個建石的南警 就是撞跌 是吧 即是 蓄意撞跌 是吧 然後 給一個建石的南警員 蓄意推跌襲警 被人推跌又如何襲警 我真的不太明白 基本上 在警察的角度來說 你被拘捕到他 已經是會衰襲警的了 不是 他自己說自己襲警 所以不知道 這些 我不知道 他的用詞好像不一般 我不知道 沒有人會說自己是正義無私 沒有人會說自己是建義勇懷 就是這樣說 劉永彤 如果在維基看他 他學歷不算高 他很早要出身要做事 文化水平就一般 所以 別人贊美支持 他會這樣形容自己 現在 社會文明的 安定繁榮之中 竟然有 不是這樣說 現在是由亂入自由自及興 現在這樣說 是 竟然有這麼荒謬惡劣的景況 希望 國法綱紀和香港法紀 能夠 應該是說 基本法 和這個 基本法 和香港的法治 好像 早幾天 有個生果刀 不是習政總 那時候怎麼說 特區政府 香港是法治之刀 有法必依 依法必然 應該這樣說 應該抄足才是 你問一下 平時特區政府怎麼寫 他說 專下政行 體率良民 盡快派人去調查整件事 不僅可以還我們清白和公道 最重要是還我們心目中 香港社會道德公義文明福祉 說這些事情 你猜他可不可以得償所願 誰知道 大家信不相信香港法庭 我就不說了 去到這個環境 去到這裡 我想他沒有問過律師的意見 因為如果是律師的話 就叫他不要寫那麼多 一定是低調 所有的事情 都是依據法庭的細節為主 很簡單的道理 這件事 其實照理他們做採訪 我覺得很奇怪 他做採訪的話 你看回報道 被捕人士很奇怪 那些身份 他也有寫的 他說安排親友去看 他說六個被捕人士 閃遣唐售課員 劉曉君 控培斯 鄭俊熙我們知道 楊天樂是民員 林詠涛我們知道 然後梁迪華是民員 如果你做一個電視台訪問 應該是幫TVB做事 應該這些全部都是TVB的職員 為什麼又受課員 又民員 又藝人又民員 我不太明白 如果你看回他那個 等一下 他自己本身IG的信 他就說 相關報道關於本人 和五位親友 也就是說那些是他的朋友 究竟這件事 是否說他幫TVB做事 都是不知道的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是他自己的Youtube頻道 是嗎 嗯 因為我們早幾天 在說到鄭俊熙的Youtube頻道 我們在問 現在的TVB應該會 嚴控藝人的Youtube頻道 也就是說 也有網友在跟證我們 就說 在153主持之下 其實某程度上 就是曾志偉 是啦 曾志偉做總經理的那段時間 這個TVB某程度上 都有一個得證 就是放寬日藝人 可以自己開自己Youtube頻道 自己去找問題 可能是自己Youtube頻道 那不清楚 如果是這樣的話 趁現在先看一看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有點奇怪 為什麼說 如果你找律師 談過 不應該寫這封信 是什麼意思呢 整件事就進入司法程序 進入司法程序 然後你寫封信給特首 是什麼意思呢 你覺得特首可以凌駕法庭 凌駕警察 因為其實 你既然這件事 其實過了一堂 律政司 是批准了 發出了這個檢控的話 其實 他自下的律政司 是檢控你 林榮彤和鄭俊熙等人 是嗎 是嗎 那即 你叫特首介入 那即是叫他 即是怎麼說 即是你快點 你立刻叫林定國 你給我一個檢控 究竟你有沒有告錯人 是不是這個意思 林榮彤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但是問題就是 都是一些吃玩買的 topic 來的 你說的是去補血採訪 我不知道究竟他關了 還是已經 本身是沒有拍 不知道因為什麼事 他去這個粉嶺補血兒童村 早前有個女生 剛剛有網友在問我們 有個24歲的美少女 在元朗街頭放煙花 昨天而已 是啊 那是不是什麼 是不是這個 手足被告暴動罪 不知道的 這個 如果你說暴動罪 應該是四年前的事 現在是24歲 放煙花不是這些東西 是長版女神 這個就是IG美女 我就沒有找到她的IG身份 但是 他就說 現在這件事 在元朗那裡 其實早幾天 是不是 這個中秋節 放煙花 是啊 放煙花的時候 有些圖人 有人踩單車經過 嚇到那些圖人 立刻閃開 避開 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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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被人肉手 在IG裡面 叫小帆 有二萬多個人粉絲 長版女神 他喜歡滑板 又喜歡去旋P 是不是 都ok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身形是ok的 身形是ok的 樣子呢 樣子都ok的 都ok 非法使用煙花或炮粥 這件事 我想 因為起碼沒有受害者 純粹就是非法放煙花 但是如果 在元朗裏面 非法放煙花 真的好像 特區政府所說 有法必依 依法必嚴的話 你試試進去八向 或者你試試進去圍村 一到新年的時候 你會聽到很多煙花炮粥聲 元朗國 大家都在說 所以不知道這位少女 是不是原居民 出來後 都覺得 元朗街頭 馬田路 和八鄉 差不多 這些地方 放煙花是沒有問題 但是最重要 就是 不可以上社交媒體 等於我們說 好幾年前 就是有人收帳 結果被 激怒了有勢力的債仔 債仔是叫你 去吃元寶蠟燭香 好像當時是上了Facebook 結果是令警察認真要做事 嗯 即是你不要做得那麼高調 沒錯 是啊 不過這樣說 如果有些人好事之徒 你真的在農曆新年的時候 你進去圍村 即是你拍別人放煙花 那你又可以試試挑戰一下 或者可以挑戰一下 警方是否真的有依法必然 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 通常你就是要近距離 拍到某些有勢力的人士放煙花 但是我們 即是你見到高佬和放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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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因為我們九成 都經常在IG 或者在Facebook 都在農曆新年 又或者中秋節 都會見到元朗國放煙花 但是大家都很清 很守一個規則 就是什麼呢 就是離遠去到影號 就是一定